這什麼啊 下面我應該猜的到什麼 下面看起來就是可可 那你作為介紹 因為高雄的夏天蠻熱的 所以我們第一道是出冰淇淋 然後你看到上面寶寶的那一片是西瓜皮 西瓜皮 對 它是用百里香去蜜的 它吃起來蠻清爽的 然後像冰淇淋那個是干貝冰淇淋 我會建議搭配著下面的可可土 干貝冰淇淋 干貝冰淇淋 哇 太奇妙了 這鹹甜的一個 鹹甜的乾麵 我先來嘗嘗底下的可可這個味道 欸 這真的是想不到的組合耶 好特別 我要怎麼形容 鹹甜鹹甜的感覺 很像在吃以前老媽去當買的那種餅乾 對 對 對 然後有一種我有點吃到一個 那種麵包店的那個 有點那個蔥的 蔥的那個麵包的味道 那種沒有啦 蔥仔麵包那個 對 對 對 就是那個味道 它還有一個大蒜的香氣在裡面 它說這是你自己 都是你自己發想的 自己發想的那個 你怎麼是一直嘗試 就愛吃啊 我們等一下下一道什麼 生蠔小白菜 很娘的 喔 欸 我看一下我會這樣 生蠔小白菜怎麼變成這樣 這有點像蚵仔煎的概念 太重了 這是蚵仔煎 這是在吃一個台灣蚵仔煎 欸 好酷喔 我剛剛原本想像的這道生蠔 我想說可能是一顆生蠔 旁邊放個小白菜之類的 對 對 對 它的皮是用法式可麗餅的軟皮去包製的 可麗餅 我愛吃可麗餅 我們那個可麗餅 怎麼樣 嗯 像蚵仔煎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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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蚵仔煎 可是又有一點點帶甜的感覺 對 可麗餅的概念 哇好酷喔 太大顆了吧 真的會不會太扯 我在吃生蠔煎 好新鮮喔 這生蠔好新鮮 好甜喔 賣魚送上蓋道菜 什麼 分享給人們說因為海洋生蠔的重要性 白色的花椰菜跟紫色的花椰菜 那是做成珊瑚 白色是被白化的 對對 再講一個他們的生活生態 裡面有小魚小蝦 小魚是用比木魚生魚片 然後蝦子是用水晶蝦 還有鮭魚卵 然後最上面白色的地方 它是像水母的概念 它是用角白菜去烤的 這道好好吃喔 這道我喜歡 所以才會做這一道生態 因為我們東西都野生的 沒有養殖 這道好清爽喔 對 它是一個解膩的味道 然後接著後面是要吃比較主餐類的 我們有酒杯了耶 為什麼還有一個 對 這個待會兒要喝湯的杯子 喝湯 對 我幫你三個湯 太酷了吧 這個是鳳梨苦瓜雞湯 然後它是用法式的澄清高湯的做法 做成像茶一樣的顏色 我人生第一次喝湯用杯子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要乾杯的意思啦 不行太燙了 是有點燙啦 我是覺得有點... 乾了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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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玩笑啦 你都開始冒煙了 酷喔 為什麼會想用杯子 因為它是茶 它是茶 喔 妳想要吃茶 其實喝看看 對對對 要幫你送個麵包喔 喔 謝謝 好酷 不一樣的味道 它有點淡淡的一點點的酷 對 然後它是有雞...是雞湯嗎 對 雞湯 它先熬雞苦熬八個小時 然後再熬苦瓜下去 它有香菇雞的味道 但是又帶點那種酸酸的鳳梨的感覺 對 是好喝的 是清爽好喝的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喝鳳梨苦瓜雞湯的 很清爽的好喝耶 回甘的時候那個苦味就是... 對 有點像茶的回甘 對啊 幫妳介紹一下 這個是蜂蜜麵包 也是我們自己做的 蜂蜜麵包 旁邊的奶油它那個是薄皮辣椒奶油 薄皮辣椒奶油 薄皮辣椒奶油 對 但是它不會辣 它是薄皮辣椒的香氣 而且它是蜂蜜麵包 對 蜂蜜麵包 因為我們都盡量用台灣的食材 什麼 不會辣吧 它咬了第一口 你還會覺得說矮的就是奶油 然後大概三秒鐘 你覺得它原... 薄皮辣椒 薄皮辣椒的味道出來 對 鹹鹹酸酸酸的薄皮辣椒 然後不辣 然後它搭配奶油是甜甜的 對 把它辣度拿掉了 然後這個麵包好香喔 你每天做這些料理的時候 你的頭腦還會一直在想說 我接下來還要發明一個什麼樣的大叔 對啊 所以大叔越來越像我大叔 大叔的無菜單料理 不只是美味 而且也很好吃耶 更是將台灣最道地的小吃 結合了中西法式的創意手法 閃電泡芙搭配澎湖的野生海魚 讓甜點變身成為海鮮料理 不只驚豔了視覺 就連美味也都兼顧到了 因為熱愛吃美食 才開始將數十年的料理經驗 帶進這創意料理的世界中 將每一種想法結合料理 才能有這麼一道道驚奇又美味的 無菜單料理喔 走一趟高雄來到大叔這 絕對讓你值回票價